张静颖见邪性失聪!泪撒演唱会!自曝十年前就失聪! 张静颖见邪性失聪已有十年!笑称自己没有公主命!张静颖北京演唱会5月5日举行,她透露08、09年的时候开始,右边的耳朵就会见邪性听不见,她流泪表示,我很珍惜每次在舞台唱歌的机会,我希望可以唱很久! 张静颖还称自己没有公主命,很多时间都需要说服自己,我的快乐在哪里!张静颖表示,刚刚那首歌唱到一半的时候,她,幼儿,又开始听不见了! 张静颖! 但是我很开心,这些年不管是我的声音,还是我的听觉,都送给了我爱的音乐! 她称自己一开始害怕了很多年,但是后来我发现,你从外面听不见的时候,可以从里面听见! 如果有一天,我真的,幼儿,完全听不见了,可能我的世界听到的东西没有那么完美了,但是所有记忆里的东西一直都是完美的! 她流泪表示,我很珍惜每次在舞台唱歌的机会,我希望可以唱很久!张静颖见些信师聪已有十年! 笑称自己没有公主命,她还在现场感性吐露心声,称自己一直以来没有那么多好运气,大家叫了我这么多年海豚公主,其实我从来没有公主命,我需要音乐给我一些轻松的节奏,可以让我想到蓝天白云,我脑袋里特别向往的景色也就是这样了,她可以让我安静地思考接下来要往哪里去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